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人社通过资产基金会 已经资助了将近127万元 受到培训的那些养老护理员 这些人大部分是 外地来上海务工的那些人员 使我们的学员通过这次培训 更加热爱老人 把我们自己当作是老人的儿女 经过他第一次培训 我感觉到像这样做 他讲了好多好多 就像对老人怎么样的官啊 获利啊什么的啊 对老人好一点 就是以后就对我们好一点 包括时间理论都提高了 真的就是做人的这个方法 比方说说话呀 做事啊 跟家属沟通啊 跟老人沟通啊 我感觉自己改变了很多 我说你们对福利员 背训的什么好啊 他们也很可吃 他们学生的背训好 他们在馆的中间很细心 有好几次他们比如说发现 他那个脚有点肿 他就及时沟通了 说脚怎么会肿的 那马上想到师父是通风有点发了 那我就马上给他配药 吃了以后呢 这个毛病就要解决了 经过这六年的工作呢 我培训再实践 实践再培训 我现在从一名护理员 提升为护理长 到今天成为红日的 养老院的护理总监 通过培训 才可以去减少和避免 家属对你的这个不满 才可以更好地为我们这个 所有的老人和爷爷奶奶去服务 因为我们院里边 一直提倡的一种理念 就是说是以慈善为工作 在爱心中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